您说 我也是看你直播 这个看了几场吧 您说 我要说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 我蛮喜欢任总说过一句话 就是对这个 对于道伟说的 不要一见当晚的就是 什么超越苹果干死三星 这个华为的手机我也用了很多 我觉得算不为啥 有没有但是 有没有但是 有但是那就好 对我就是有但是 就是我就是问一下 你是不是 我说 我说的这个洋洋理先 是不是 我就问这个 Mate60和Mate60不弱 他有没有确定 有啊 有确定啊 怎么了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大家就是粉丝在 把这个产品 爱我这些我都认为都是对的 但是不能过于神话这个产品 那人家是神话的产品 您有什么不开心的呢 不是我们就说不开心 那您在这里说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 我要表达意思就是说 就看这个 我们要能 就说出它的缺点 因为这个产品呢 更加下一代的才 更加的那个进步 就是说您觉得 您提点意见 比科研人员还有用 是吧 我不知道科研人员 这个有用 难道科技的进步 科技的进步是靠您吗 不是我靠我 那靠谁呢 但是您给我的感觉 就是科技进步靠您啊 说说嘴 科技就进步了 不需要科研人员 科研人员 科研人员 一发产品也要 市场也反馈啊 是不是 对啊 科技的进步是什么 是科技人员的研发 对不对 产品的进步是什么 对你要了解清楚 是吧 确实有缺点 没问题啊 但是人家就 人家能接受 人家去人家接受 这个缺点 去消费 去购物了 那您在这里急什么呢 人家不认为 它是缺点 不就可以了吗 你急啥 你急啥 我不是急啥 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 我要表 我要表达的意思就是说 大家不能说 你这个就是说 是缺点 这个缺点 这个接受 是不是 这个是不是所有人 也不代表所有人都接受 是不是 对啊 是不代表所有人接受啊 您可以不接受啊 您现在不都有发表 您的意见吗 是的呀 对不对 那您想表达的是什么 对不对 您看你前后的逻辑是成立吗 啊 我们不要去神话这个产品 它有缺点 我们要让它进步 那我给你提出了观点 那进步是靠您说的吗 它是不是靠科技人员 让它的研发进步 对不对 那您觉得这个东西不好 有售后 有花粉级热布 是吧 都能去解决您认为不好的地方 您说到这里来啊 你们不要神话 是吧 它有缺点 我们难道不知道吗 世界上有十全十美的产品吗 那为什么这款产品 您那么着急呢 那么激动呢 你想表达啥呢 我想表达它确实 这个 它确实 这个就是叫什么 它确实不如上一代 那确实不如上一代 对啊 对吧 您能说出这个话 我就特别开心 您知道吗 当您能说出 它不如上一代的时候 我就特别开心 因为您忘了它中间所遭受的制裁 那三年屈辱的时间您忘了 你忘了吗 你肯定忘了 你但凡能记起来一点 你都不认为 你拿这代产品和上一代去比 你想表达你的独立客观 想表达你人间情景 难道我们这些花粉不知道吗 我说的我要表达的第一 这个是吧 就是这个我其实说的 并不是说它的芯片和这个 嗯 也不是说它的性能 嗯 那你想说啥呢 Mate60 Pro 这个不管谁去 我就把这个手机和这个Mate40 Pro 嗯 这个就放在那里 嗯 Mate40的整个这个整个卧 就是卧视感和视感 绝对是由于Mate60的 嗯 然后呢 然后呢 没有然后了吗 咱我就说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我们 你看很少有人说这个事吧 有没有人说 哦 那您的意思是说 这手机卖了一千多万部 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手机 卧视感不如Mate40普路 只有您发现了这个 您人间情景 我们都不知道这个手机宽 你 我 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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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要所有人要基于你的标准呢 你说啥就是啥 哎 这不是我说的 我 那这刚才不是您说的是谁说的呢 我幻听吗 是你兄弟 不不不不不 你看他发布会时 大家都讲卧视感 说我们手机多保 什么宰了多少 我们用了什么区域 用了什么那个 这个叫什么 哦 那您的意思说 人家品牌用了这个方式 你必须要华为按照这个要求 是吗 人家把这个余大队 发布会也说过 嗯 是不是 对啊 余大队在发余大队在发布这款机器了吗 哪怕这款机器还没说 之前 哦 那对啊 哦 那您的意思就是说 之前说过的就能带不到这款机器 是这意思吗 您昨天您昨天饿了一天没吃饭 所以代表你今天也必须得饿一顿 是这个逻辑吗 不是这个逻辑 那您想说啥呢 余大队在别的产品上面说过卧视感 所以就引用到这款机器 然后这款机器 卧视感是基于你认为不好 你认为它是缺点 您特地跑上来 在我这两千多人直播间告诉大家 这款手机卧视感不好 是这个意思吗 我上来肯定就要说这个 你有缺点 这个卧视感不好 那有没有可能有人觉得卧视感好呢 有没有可能 这个肯定有可能 那对啊 那你在这里说什么呢 我这个我要说的是肯定是有很多人说过这个话 那很多人说过这个话 所以就代表全部 知道肯定 你这是就算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能代表百分之百呢 那对啊 我就不知道这个东西 就是人家买这个手机的人 人家都不会去看这款手机 人家不知道这个手机宽 是吧 是这个意思吗 人家掏钱花了七千块钱 八千块钱买了这个手机 人家不知道这个手机的卧视感 得要您提一下 让您告诉别人 这个卧视感不好 您在消化这些一千多万 那些六零普入机组 都不如您聪明吗 我不是说别人不及 不及我聪明 不及我聪明 那你在这里年迈想表达啥呢 我就是说这个 把这个事情 这个实情说出来 那您的意思是说 大家都不知情 只有你知情 我们都不清楚 我相信你也是知情的 对啊 所以 那我们知情 代表 百分代表这个东西 这个感受就好了 你要说百分代表这个句好了 哦 那您的意思是说 这一千多万机组 都不知道这个手机 卧视感不好 或者知道这个不敢说 您这里来 您今天到这里来 伸展争议 您认为它卧视感不好 所以它就不好 我 我是 我不是说 我才说呢 你去去去 停停停 别说了 我知道没按你稿子来 你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治愈了 来我给你一分钟冷静时间 自己捋捋逻辑 好吧 下面还一堆人 就问我买了没有 我跟你说一下 这两千多人 我起码是 我不关心 兄弟兄弟 我不关心你买都买 兄弟兄弟 我不太关心 我们只基于观点去聊天 就你买都买 那您正在说 您说你秦始皇 我都信 所以我根本都不问 您买不买 您不要 您跟我在聊天 评论区的人 不要打 知道吧 您记住 您在跟我聊天 您在看评论区的 那会打乱您的逻辑 万一没按稿子上来 你回答不上来了 会出现沉默 你把精力 专注于跟我对话 好不好 把注意力放在我身上 您现在的水平 不具备你一心二用 飞镜子画面 兄弟给你三十秒钟 到几时 把自己的观点整理好 三十秒结束 我们开始发言 兄弟时间到了 您有逻辑理清楚了吗 还有什么观点想表达的 完蛋了 我没有傻说的 你连下一个 好好好 好心